现在是凌晨2点10分左右吧 还是2点20啊 昨天是万圣节 现在也算万圣节的这个夜晚的延续吧 这是14节 前边是市场节 刚才有一个楼房写着Danto Office 牙科办公室啊 这是洗衣房 洗衣房关门了吧已经 有的洗衣房是24小时运营的 我昨天看了一个纪录片 讲的美国一个老头 中了3亿多美元的彩票 这个故事挺有传奇色彩 那位老先生本身就很有钱啊 可以说是千万富翁 他是搞下水道维修 本身就很有钱了其实 我看这人怎么过这马路啊 本身他就很有钱了 他中这个彩票算是锦上添花 他这个这样过可以吗 对面是个Safewear 这个妹子穿的棉衣啊 这妹子脸挺大啊 拉丁妹子 这是公交车去往旧金山动物园的 我看我这样走对吗 这是自动驾驶车对吧 应该大宝 大宝的微信应该是 大宝的微信看一下微信啊 他在北京呢 自动驾驶车公交车 2点22现在是 刚才那个就是 刚带我遮遮片的一小伙 他跟我猫壳来着 他也是刚毕业的 他说他说你这多好啊 行那你就注意安全吧 然后早点回酒店好好休息啊 别天黑再走 注意安全 大宝 刚才大宝 留言语音 我给他回复了一个 这谁扔的电视机 现在是凌晨 两点半吧 差不多 他这个摩托车 就放在外面了 Kawasaki川奇摩托车 日本的 就是锁自行车的价 摩根大通银行 这条街是 Volensia街 这妹子 这妹子腿好粗 Volensia街 哎呀 这个垃圾箱都兑满了 这个垃圾箱都兑满了 这个人 电动自行车 骑得真快 Rosa Parks Lane 罗沙公园车道 香道 那边是垃圾情人车 大宝又来违信了 你注意安全 留得完啊 安全最重要 然后机灵点啊 因为你就就自己嘛 别被人抢了也啥的 要注意安全 爸爸在外边走呢 也就 往回走啊 这边是半夜啊 那你也啥吧 早点回酒店 早点休息啊 这条街 有一些酒吧 但是应该都关门了 有很多年轻人 在这条街上 这就给人家添呢 这就给人家添呢 都是白鸽啊 还画着鬼脸呢 大宝说 你这个内裤还在这房子里挂着呢 说这是你的千年内裤 哪个三角的内裤啊 这挂好多年了 差不多十几年了吧 还挺有意思啊 但是可惜的是 最东边那间屋 以前有大宝 画的简笔画 大宝在北京商业园的时候 画的简笔画 我贴在墙上 写了年月日 但是 背后的邻居 把那个都戒掉了 把那个墙重新 弄的墙纸啊 这边这么热闹啊 这边 哎呀 这妹子 这两个妹子抱在一起了 两个妹子 这妹子不冷啊 妹子嘛 哎呀 这妹子 这大半夜的 也不睡觉 这人在这扎堆 这人 这个哥在这卖 面包 烤肠 原葱 为什么女人摟大腿呢 这个是个谜啊 科学家应该研究一下 对吧 你看这妹子也是 露着大腿 冷他也忍着 真的不冷吗 唉 唉 这条街还挺热闹啊 不是最热闹的时候 要回家的都已经回家了 这些是 第二天都不上班的人吗 他们是 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 这辫子 金发美女啊 这是 黑妹 这黑妹 这拍照呢 还有光膀子的 哎 确实不怕 确实不怕肩周炎 露肚旗的 光膀子的 露大腿的 太不像话了 哎 哎 这是 T-Mobile 然后对面是 Mission区的派出所 而这T-Mobile的是一个 成人用品店 这个哥 他 是那种 电动自行车 也是 这个黑妹 也露大腿啊 这个人穿的是骨骼衣服 黑衣服 白色的骨骼 两个哥 这个人说 但是 他去那 怎么怎么的 他说 but she goes there 但是他去那 Community Thrift Store 社区节省商店 社区二手店 我在这买过东西啊 买过西服 还买过 我想想啊 买过电脑包 还买过啥了 忘了 买过 这边东西相对便宜啊 啊 那个老先生 中了三亿多的彩票 美国一个老头 他很有钱 开了一个修下水管道的公司 然后有一次去他住处附近的便利店 他每天都要买吃那个什么三明治吧 卖三明治的是个美女 而且他还卖这个彩票 因为老美这边的彩票 有的没中奖的 他就滚 往下滚 一等奖 就往下滚滚滚滚滚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后来就攒到三亿多 然后那个美女就说 嗯 先生 大哥 晚上彩票呗 这个一等奖三亿多呢 然后他就说那买一百块钱的呗 就买一百块钱的 一百美元的 他没当回事 完了后来开奖的时候 他听新闻 然后说是他的 附近的那个彩票 那个站卖出一个头等奖 他很激动就赶紧拿出来一对 哎果然是 他那个法律规定 他那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州 这个老头总戴着一个牛仔帽 那种大宽边的牛仔帽 然后他就很高兴很兴奋啊 他那个州的法律规定 领奖必须实名 不能戴口罩啥的 后来他就带着他的老婆闺女 一起去领奖 还有他的孙女一起领奖 他有两种领奖办法 一种是一次性的 把这个奖金全拿走 但是需要交很多很多税 另外一种是分三十年 把这个奖金拿走 这个老先生想了想就选一次性拿走 扣了两亿多的税啊 他的总奖金额是三亿一千多万 然后扣税扣了两亿 他拿到手里的只有一亿多美元 得一张支票 不过也行也够花了 后来他就 花一千五百万美元 就是在当地是修教堂 还是建教堂 捐个教堂了 一千多万美元捐个教堂 然后又花钱什么给孩子们修这些什么 足球场什么的 然后 而且还公开说谁有什么 困难可以找他 结果他的信呢 雪片般的就有了 很多人给他写信 说这个生病了 那个需要 结婚要怎么着 反正他也是 哗哗哗哗哗哗 给了不少钱 因为有钱嘛 突然有特别有钱呢 就这个钱白来的 就感觉 神仙神仙花 并且给彩票站这个女的 卖彩票这个女的给她 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一辆车 还给了 44万美元 寄了一张44万美元的支票 反正总之就是大款了 很好横对吧 并且这个老先生就开始 心就心思活了 开始搞 异性的这个 开始乱搞了 他妻子本身有癌症啊 本来他们还挺恩爱 结果也有钱了 这个老公学坏了 开始到那个夜总会去搞女人去了 而且有一次 在那个推伍 这个夜总会吧 跟那些女人说 我这个车里 有40多万现金 在我车里放着呢 就这样的 她就吹牛 结果等她 从夜总会出来之后 发现她的车被人砸了 钱也被偷走了 她也不在乎 结果后来呢 发生好多问题 她的孙女 她的孙女本来是个挺可爱的女孩 对吧 但是因为有钱了之后呢 她这个老头就给她孙女 是外孙女 就是又买了豪宅 然后又买了好几辆跑车 然后并且 因为她的孙女十几岁嘛 也搞得像了嘛 然后这个老头就给她这个孙女的男朋友 一千五万美元 说你务必把我外孙女陪好 孙女陪好啊 这个男生很高兴 结果就一传之十传本 来了好多渣男 就开始忽悠 就跟着炮她的孙女吧 能拿钱吗 然后后来让她的孙女染上了毒瘾 开始吸食那些违禁品 整个人状态就不好了 也不上学了 就是辍学了 然后每天在家吸食违禁品 跟这些不三不四的男朋友鬼混啊 她的孙女就 最后呢 甚至被人就是 就是因为 毒品光量就猝死啊 就去世了 孙女就失去了吧 因为她特有钱之后 孙女导致离开她了 遇难了对吧 乐极生悲吗 孙女是没了 这是她孙女 然后她的妻子呢 也是看这个老头太花心 也跟她起诉离婚 就不跟她过了 不跟她过了 然后她的女儿 好像也是有什么病吧 她的女儿也是 后来很悲愤交加 也就是看她爹这样 也就去世了 所以说最后呢 这个老头生自己了 生了顾家馆人 就她一个人 一个人就 都觉得也没啥意思 虽然有钱 一个人就是更消沉了 更开始放纵自己了 公司也不去了 然后就每天就跟这些女人 在一起鬼混 也染上了这个毒瘾啊 身体也不好了 而且她的公司 因为她很有钱嘛 然后就有很多人起诉她 觉得这样有钱 咱们起诉她 就是她的公司 对外包什么工程呢 就对方就这个不合格 那个不合格 就是好多案子啊 好多诉讼 就官司缠身 外孙女儿吸毒过量去世 她的老婆跟她离婚了 然后她的女儿也 因为这个病 严重了也去世了 所以你看最后 最后她破产了最后 最后她真破产了 最后她要赔对方好多钱 对吧 就是很多人起诉她嘛 而且她恢复无度 然后就被人盯上了 最后就是破产了 然后后来她说 假如一切 时光能够倒流 我会撕掉那张彩票 本来是一个 挺好的事 结果你看 结果成了灾难了 对吧 如果她不中这个彩票 可能她的孙女儿也不会说 染上这个毒瘾啊 辍血啊 对吧跟一些 渣男鬼混啊 对吧 如果她不中这个彩票 这个老头子也 也不会 堕落 不会搞什么 那些 夜等会的女人 对吧 她妻子也不会离婚 对吧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 这个财富 确实是带着诅咒的 唉 然后后来 这个老先生也去世了 去世前的照片 她眼睛肿着 红肿着 就很悲伤呗 就是她的人生被毁掉了 也挺可怜啊 唉 这边怎么 有个警车在那闪着灯 所以我跟大宝 说的也是这意思 我说有的时候 钱 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就让她打完这个 第三针 也就是最后一针 HPV疫苗 然后那个门诊部 马上就说 唉 你再交780 给你测一下抗体 就睡这个人 如果抗体 达不到40 那么就给你退 4000块钱 因为她打这个三针疫苗 花了6000多吧 人民币 然后这个门诊部 其实就忽悠她呢 对吧 后来我跟大宝说 我说你看 你要是没有钱呢 就不会被骗 对吧 因为你都是没钱呢 像你爹一样 反正我就是 我是基本上 挣多少 我不攒钱 就是保证 我哪天突然挂了 挂了就挂了 也不会有什么遗产纷争 也不会有人算计我 也没有女人会盯着我 对吧 就像 原来旧金山一个大美女 想跟我见面 后来问我怎么去 我说骑车 她说你没有车 我说没有车 她说那行 那就以后有必要再见面吧 那就再说吧 就消失风雨中了 所以说 我成功都躲过了一些人 我觉得 挺好的 真的 所以男人千万不要说 像一些人所想的 我要先搞什么事业 我要怎么着 获得成功 那时候我在什么 找女朋友啊 成家 那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 你就会演了一些不好的女人 她们盯着的可能是你的钱袋子 可能需要你帮她付张单 对吧 所以说 男人只有在 不是很有钱的时候 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好的伴侣 不管是女朋友也好 啥也好 你看读大学的时候 女朋友就不会在乎你有多少钱 对吧 就是喜欢你 就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不管做什么都喜欢 凡尔呢 等她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凡尔更挑剔了 所以这就是人性啊 其实我对这方面有很多思考 好 这个人有点蹒跚 他在步伐 地上有一个餐盒 餐盒里边放着一些原葱片 我这鼻子 又流到嘴里了 是吧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就类似于一些家庭 说等家里有钱了 之后然后再生娃 那是不对的 等你有钱了可能就怀不上了 真的 等有钱了可能你的 有些细胞就老化了 就怀不上了 这种粒子挺多的 哇这边怎么着 这这么多 都推倒了 我得乖乖 你看 看看这个 这个景象啊 竟然你看把这个都推倒了 看把这个所有的垃圾箱全推倒了 看多恐怖 这流了汗干的 可能大宝来微信了 大宝 这很恐怖啊 这是谁搬家了吧 应该是大宝 大宝来微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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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感谢观看